凌晨一点多菜市场员工赶着要去上班 沿路都是绿灯轿车加速往前开 通过十字路口左侧却突然窜出一辆脚踏车 驾驶反应不及直接撞上 再看一次当时单车已经骑到路中央 但驾驶绿灯通行没有违规 一个不注意直直撞上 老翁连人带车弹飞75米 轿车行车记录器也因为剧烈碰撞掉下来 揪车紧急把伤者送医 抢救之后人宣告不知 事故现场脚踏车倒在人行道旁 撞击力道猛烈轿车车头损毁 挡风玻璃甚至破了一个大洞 监视员到场肇事驾驶满脸惊恐 自行车架架 自行车駕駛因为身上没有反光的相关装备 自行车上也没有 所以非常接近发现 这也就来不及去做散毙 事者身上没有证件 警方尚未采清他的身份 招式駕駛九側直為領 也沒有違規闖紅燈 卻因為車速比較快 沒有注意斑馬線上的單車騎士 被過失致死 移送偵辦